女儿在上学的路上出了车祸 父亲抱着受伤的女儿哭等一个小时 救护车才缓缓将女儿接走 司机第一时间不是认真开车 而是拿起了手机 明明到了医院却并没有停下 父亲问司机 医院都到了还要去哪 司机说这家是公立医院 流程多手续砸孩子拖不起 附近有家很好的私立医院 进去立刻就能治 还说只是为孩子着想 但其实他刚刚打电话 就已经和一代谈好了回扣 送去私立医院也只是为了赚钱 根本不是为了孩子的生命着想 父亲哭着问司机怎么还没到 女儿快撑不住了 司机安慰马上就到了 这时电话再次打来 一代问他们到了没 司机说已经到路口了 一代却让他们别来了 这家太抠就给10% 介绍司机转去另一家 虽然远了点 但提成有25% 一代让司机注意女孩 别死在路上 要不然一分钱都拿不到 司机看了看 女孩只有出气 没有进气 笑了笑 撑到医院没问题 然后立刻掉头 开始七转八绕 医院这边主任提前准备 让前台开好病例 人都没到 10万块的医疗用品清单 就已经打好了 等人到了医院 立马被推进了手术室 主任劝父亲放心 先去准备钱 一问父亲什么工作 是一位开三工作的穷人 主任有点为难 又笑着问女儿 有没有保险之类 父亲摇头 主任彻底失望 拍了拍肩膀 让父亲先去缴挂号住院费 先结账 后住院 生怕买卖亏本 更觉得还在后面 医生检查完女孩的伤势 可惜已经太晚了 早到10分钟就能救活 现在虽然可以动手术 但是救不活 也毫无价值 医生听到可以动手术 谁说没价值 救不活不要紧 重要的是可以让病人花钱 一场开炉手术 至少60万起步 医生怀疑三崩子 父亲付不起 谁知道 主任却说 穷人没有选择的余地 穷人只会盲目的相信医生 哪怕借钱也会付款 就算到时候病人死了 也赖不到医院头上 医生一听 既然这样 那就恭喜发财了 可前提是保证手术前 女孩别死 他们给女孩强行装上呼吸器 吊住女孩一口气 这样极其痛苦 女孩还有意识 却只能流泪 看着女儿 痛苦地躺在病床上 父亲心如刀绞 当父亲听到 要60万就能救回女儿 他砸锅卖铁 也要救回女儿 母亲卖掉了一切值钱的东西 父亲更是卖掉了一颗肾 终于错够手术费 主任马上安排手术 女孩在痛苦中 苦苦挣扎 连手术都没来得及做 就死了 而丧心的医生 却要切开 在缝合 伪装成医生尝试拯救的局面 父母在外苦苦等候 换来的 是医生一句抱歉 尽力了 父母心都碎了 疯了一样大叫 主任听到他们在医院 大哭大叫 竟然还想赶他们出去 母亲想见女儿一面 却被主任拒绝 要他们交完剩下的尾款 不然那女儿的尸体 他们也别想带走 母亲大骂 这还有没有天理 本就人才两空 竟然还这样对待他们 女儿的尸体 母亲不要了 她将自己 也一并送给了医院 跳楼身亡 这起医疗事件 虽然引起轰动 但很快 被医院背后的财团压了下来 丹尼尔是医疗财团大佬 大佬自然懂得什么是人性 他知道穷人 最难知的病是什么 一是穷病 二就是没有记忆 他让人和三胖子司机 协商个价格 再在他们社区 安排个大型医疗站 找十个孩子 免费做心脏手术 再借此 大做文章 然后炒作医院 带来积极影响 共鸣自然就会忘记了 之前的跳楼事件 这一招 大佬真是屡试不爽 但是这次他错了 他遇到了印度最有种的男人 维特 报应很快就来了 先前那四个 串通起来 谋财害命的医生司机等人 先后被绑架 然后警方又收到神秘线报 分别在不同的地方 找到了四个人的尸体 司机被淹死 衣袋被冻死 主任被绞死 而手术医生最惨 当警察找到他时 还有最后一口气 他被活生生插入一根气管 关在密闭箱子里 折磨了三天 最终死于肺部炸裂 而他们四人 只需要提前十分钟被找到 就可以救活 这就是杂碎们 谋财害命的代价 而维特的复仇 也才刚刚开始 他要连这个幕后财团 一起拔了 如何让人心甘情愿送死 魔术师就可以 不仅可以 他还能让人死得稀里糊涂 首先他要做个局 他将人锁进一个箱子里 拿出一把长剑 直接刺激幕箱 连差四把 女人不仅没死 甚至还觉得有点舒服 精彩的表演 赢得满堂喝彩 也激起了观众参与的欲望 众人纷纷举手 美女邀请旁边的男人举手 而男人正是此次的刺杀目标 原来美女早就被魔术师收买了 不出意外的 男人被选中 前三把剑 男人毫发未伤 兴奋的狗叫 可到了最后一把 男人看到了魔术师 面具下的面孔 再也笑不出来了 他成了砧板上的鱼肉 被一箭刺穿心脏 死在了台上 而魔术师在众人的眼皮底下 成功逃生 这是大佬手下 第五个被刺杀的人 维特刺杀完 还有辛勤跑去酒吧 泡妹子 他拿着一张纸币 当着酒保的面 在手中 一张又一张的复制 如同一个人体印钞机 这一招骚操作 直接让妹子入迷 更骚的还在后面 如果蒙面劫匪冲进来 开始临缘够 明明抢走了女孩的戒指 但戒指又凭空出现在维特手里 劫匪手中 则变成了蜘蛛 一波混战在所难免 印度老哥自然开挂 手中便换出卡牌 直接化身卡牌大师 赌神来了 也得叫声爹 一身中国功夫 叶问来了 都要被暴打 关键最离谱的 他还会魔法攻击 拿起小孩的平板 如同打游戏 凭空射出球 这群劫匪 做梦也想不到 打个劫而已 却花了三个小时 才逃离抢劫现场 而维特一个闪现 直接原地消失 财团大佬 经过多日的调查 终于找到了黑手 但却发现 这个人似曾相识 派人调查 却没想到 他也是一位医生 名叫马拉 而且在当地 赫赫有名 被誉为五卢比医生 专为穷人看病 不论什么病 只收五卢比 当地人把他当作 神一样拥戴 一天晚上 马拉接到了急诊 想都没想就跟着走了 却没想到 中了埋伏 这是大佬 找来的一堆打手 这群人下手极狠 他根本没有反手的余地 大佬通过视频 确认了这张脸 要手下给他砸烂 就在要动手时 一只手稳稳接住了锤子 一个和医生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出现了 而他正是维特 一棒子锤翻了打手 维特如同一个战神附体 将这群打手 暴打了一顿 也印证了那句话 装插 我让你飞起来 维特救走了马拉 将自己扮成医生 因为他这张脸 已经被警察发现 维特不想马拉 替自己背黑锅 主动让警察抓走 坦白了一切 但警察怎么可能 关得住维特 区区一副手铐而已 维特说 办完的大事 自然会回来自首 然后潇洒离去 回到住处 马拉竟然暴打了维特 而维特也不还手 他要知道 这个维特到底是谁 直到叔叔说 他们是亲兄弟 马拉懵逼了 从来不知道 自己还有个兄弟 而他们还有一个杀父仇人 就是如今的医疗大佬 丹尼尔 他是印度最有种的摔跤手 三秒之内 放倒一个壮汉 而他的老婆 比他还有种 直接在万人空巷的大街上 随便搞几块破布 以为当街生孩子 他们是妥妥的 当地风云人物 老公人送外号指挥官 也去混混 想要抢占他家的地 指挥官直接一顿暴杀 将幕后的警察局长 逮出来一顿暴揍 开了挂的 实在太猛 拳王来了 都要上炷香再走 从此之后 没人再敢惹他 他家的地 是准备给村子里 盖一座寺庙 在盛大的动土仪式上 却突然发生了大火 请起之下 开车撞断了摩天轮的支架 虽然没倒 但这区区几十吨的架子 指挥官轻松以用力 硬生生拽打 砸中旁边的水塔 成功救出了被困村民 还有两个孩子 被大火吞噬 虽然救了出来 但是医院太远 送去急救 晚到了十分钟 还是没人挺过来 指挥官明白了 他们不需要寺庙 而是一座医院 老婆带头 捐掉了自己之前的首饰 所有人都开始贡献自己的力量 医院很快建成 村里请来了一位医生 一脸好人像 他让所有人都免费治疗 指挥官以为 给穷人带来了福祉 医生看起来 就像个大善人 但他很快就掉入了圈套 随着医院的病人越来越多 医生丹尼尔 利用购买医疗器械的借口 便指挥官签字 得到了医院的实际控制权 一天晚上 老婆要生了 被送去了自己的医院 医生检查完 预计半个小时后就能顺产 但丹尼尔却让医生 给孕妇剖妇产 医生不解 丹尼尔暴露了真面目 如果做泼妇产 孕妇就得在医院住上10天 手术费加上入院费 这才是真正的割韭菜 韭菜的根给他留着 慢慢等找好了 再继续割 有了指挥官这个名人的老婆 都泼妇产 以后会有更多的效仿 决定就将报告改成 期待脱落 先麻醉了再说 可医生还不会麻醉 在印度 有73%的医生 都没有行医执照 丹尼尔哪管这些 他让医生拿女人练手 丹尼尔欺骗了指挥官 穷人在医院 永远都是懵的 医生的话 如同甚至 没有时间思考 就签了字 看到老公签字 女人正好同意 将印尔取出后 却发现印尔已经死了 这是医生麻醉机 用过量导致的 医生又决定 将责任推给医疗事故 女人听到了 他们无耻的对话 开始剧烈反抗 指挥官冲进来 医生们四散而逃 老婆将真相告诉老公后 便死在了手术台上 儿子后脑被砸 晕了过去 四面八方 砸来酒瓶 指挥官无暇顾解儿子 只能将儿子放在车上 拎起一把大砍刀 开始大杀四方 可心力交瘁 让他战力锐减 最终被统众要害 丹尼尔从身后狡猾的被刺 让指挥官彻底失去战力 指挥官临死前 说自己的后人 一定会回来报仇 便倒地身亡 这一切都被一个孩子看见 而那个扔掉的婴儿 竟然奇迹般的活了 被印度魔术大师捡到收养 也就是现在的维特 得知真相的兄弟二人抱在一起 而警察突然到访 抓走了维特 原来丹尼尔已经买通了警长 丹尼尔要玩死维特 先从他的哥哥下手 没想到监狱中不是维特 而是马拉 丹尼尔的侄子 带着打手上门 却是去送死的 维特将他的手筋挑断 十分钟之内 街上就会活下去 但他偏偏坐上了三崩子的车 司机终于可以为自己的妻女报仇 而丹尼尔也同样尝到了 被酒瓶狂轰乱炸的滋味 维特用酒瓶狠狠替父亲报了仇 但这还不过意 他们要清除这个医疗毒瘤 将丹尼尔关进一个铁箱中 随着一块硬币滑落 通上电池后 将它活活电死 也算是死在了钱的手中 全城百姓都要求释放 为民除害的维特 但这显然不可能 维特对着记者 跟全国人民说 赚钱有千万条路 但绝不是医疗这条 被关在监狱中的维特 或者平凡人的生活 但当他又看到新闻上 私人医院又在谋财害命 他凭空消失 监狱是留给罪犯的 而他是正义之士